中秋節的小提示 嗨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是Norma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中秋節的小提示 中秋節會做些什麼? 其實我小時候真的好像一塊飯一樣 經常都好像一塊飯一樣 跟著身邊的表哥、表姐、姐姐 他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因為我是最小的 然後就會上我們天花板那裡 天花板天台 小朋友就會一起去玩燈籠、煲蠟 在玩什麼? 我本來比較傳統 玩兔仔燈籠 和圓形那些 真的要放蠟燭上去的那些 那是什麼燈籠? 紫燈籠 所以我們這次就和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燈籠食譜 材料很簡單 我們有些麻繩 蠟燭和火機 還有一把刀 其實原理就像萬聖節一樣 我們用南瓜把它丟空心 然後在皮上丟你自己喜歡的花紋 說完一大輪之後 其實我是沒有做過那些燈籠 所以現在還是同步一起來試試看 那是怎樣把這個油 拿出來的肉 但又不要爛皮 我們輕輕很溫柔地插手指 攻進去 你看開得多漂亮 好熱啊 我先打開冷氣 我會快點的 你們先不要睡著 感覺到它正在出來了 耶 很頑固啊 這個鹿油 就是要這個聲音 好了 那我們就把鹿油插出來了 待會這個就會是燈籠 那我們現在要挑一些花紋 這個笑樣呢 喂? 它的樣子出來了 可愛 好漂亮啊 這裡有個恐怖樣子 然後再加一個很漂亮的花紋 這個人很藝術細胞 好了 累了 就兩面算了 完成 然後都說這樣招出來好 這樣鹿油就不會漏汁了 是不是? 現在還可以用來做沙律 下一步 鹿油皮的頂 我會打個十字 我們一會兒就可以把這條麻繩塞進去 之後應該怎樣呢 再穿到旁邊 再穿到旁邊 其實或者像鸾衫一樣 應該在下面上來會比較漂亮 OK 先把蠟燭在後面 這樣 這樣 好漂亮 再穿到這邊 我們只要最後那兩條線 是對面那兩邊 那你的燈籠就會平衡到 好漂亮啊 這就是我們今次要和大家分享的 鹿油燈籠 好了 今年你這個中秋節 就拿去出去威 媽媽 我成功了 如果你都喜歡看我的影片 你就按這裡 訂閱我的頻道 了 啦